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重阳道长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是老虎在捕杀了一只小鹿之后 雕在水里,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只老虎呢,他在捕杀了小鹿之后 把食物叼在水里,大摇大摆的走在路上 非常潇洒 他的眼神非常自信 老虎被称为森林之王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因为在老虎生存的这个森林里面呢 可以说没有任何动物可以抢夺他的食物 当他叼在嘴里的时候 他是完全肆无忌惮 没有什么顾忌的 不会有任何他的天敌去抢走他的食物 或者说有其他动物能够对他的食物进行一些威胁 也没有 相比来说呢,狮子在非洲 他在捕杀了食物之后呢 还是比较紧张 要赶紧吃 因为还是担心猎狗群会抢夺他们的食物 但是对于老虎来说呢 森林里面是没有什么动物可以抢夺他的食物的 所以呢,他非常自信 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